你不想看美妆类 我是KBLODY的 谢谢一期生助理 六分 我是那种有想法 但是无法开 对限制我 我没有什么动手能力 你会看一些版社 我比较喜欢看 美妆类 然后料理类和 时尚穿搭类 我觉得小视频是一个 很有创意 然后是这几年新兴的一个东西 当然 我们很多成员会喜欢一些 图文视频 但是我自己是 不喜欢图文视频的 所以成员带我去拍图文视频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是下跳一半 所以觉得他没有名字 首先我觉得 参加这个节目的都是 应该都是一些 特别成熟 蛮有经验的自媒体人 我们跟他们比起的话 可能就更像一个小白 什么都不懂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 我们什么都不懂吧 既是我们的优势 也是我们的劣势 因为什么都不懂 所以说我们才敢尝试各种东西 从零开始创新 这样 刚得知这个 节目 我要参加这个节目之后 我自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会有一点懵嘛 因为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了解到之后 我就是在想为什么会让我们更加 然后我就会去想说 希望可以 学会剪辑 这样我也问了一些我 自媒体 就是自媒体的朋友们 希望 之后遇到难处也可以 在自己身上的剪较 这个节目对我来说 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完全 新鲜的一个领域 所以说我还 蛮好奇 蛮期待我会 有怎样的表现和收获到什么 我希望能够学会 剪视频 然后更加幸福的去拍视频 并且能够 结交到一些 我觉得很厉害的朋友们 现在还没有分内 可能我们进去后会更加详细的分 但是我现在感觉 谭姐是 搞笑的 可能是用比较活跃的人 我希望我能够 怎么说我也是个一气神 我希望我能够 我要说句话 我要带领他们前进 虽然我之前一直都不是这种 目前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要学会 长大 然后挑战自己 对 就是希望我们 能够在全新的环境 全新的节目 还有全新的领域 一起 勇敢的 做很多尝试 让自己能够得到成长 不需自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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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